独轮车是一项高难度的特技运动 不过现在有不少国中小学校推广这项运动 在桃园的南美国小 日前就举办了独轮车竞赛活动 许多小朋友们不但学练有成 还能够展现各种高超的花式技巧 精彩程度 不输给专业的特技表演 独轮车表演 两位女选手伸手不凡 骑在车上还能秀出像炭歌一样的花式表演 我觉得两个人一起练独轮车 比一个人练好玩多了 因为有人陪伴吧 我现在一个跌走 快要跌走的话 还可以马上浮起来 进服失败也没关系啊 简单的只要有恒心 然后要靠身体来平衡 很快就可以学会 桃园县推广独轮车运动 高难度的运动 学生不但练出了绝佳的平衡感与运动细胞 训练过程中还学习到如何相互包容 在学习的过程中 需要发挥很多的一个互相合作的精神 然后互相欣赏 互相包容 那么小朋友能够充分地展现这个团体的纪律 我们透过比赛 一个年度比一个年度啊 都不断地有进步 那么尤其在运动选手的人数啊 今年已经达到400多人 桃园南美国小独轮车比赛 今年共来自9个乡镇市 25所学校报名参加 规模正在逐年扩增 小小运动家精彩表演 让人忍不住竖起大拇指 未来将有机会推广到全台 形成一股独轮车热潮 新唐两条电视胡书霞 台湾桃园报道